还是不行 这个电机开起来就直接爆电闸 而且会爆三个电闸 直接把这个闸给干掉 这个闸也干掉了 哪一个 一下挑两个闸 上面那个总担也挑了 上面的总担也挑了 上一级也挑了 挑三个闸 这就不是电机的问题 这是进线 这三个进线 这是进线 这是两台电机 新脚启动 新脚启动 哪一组 这一组 这个也换了 新启动正常 脚运行的时候就跳着 换了新的脚流接触器 还是跳 这是短路 是吧 这是短路 那个运行没问题 二号运行 二号运行没问题 就一号 一号 我先让它细合一下看看 组电先不充电 组电不充电 先让它细合一下看看 组电不充电不跳哪个 是之前我得拆掉这个 这是个风星 封星 你看怎么存在是吧 对 很明显打过火 这三个接触器都有拆开看看 打开主接触器 这是昨天刚换的新的 你看应该打得打得挺厉害的 这边有两个是吧 嗯 可以启动一下试试 它这个启动之前需要拆掉主线 主电源线 不然的话带电操作 会直接爆电炸弹 嗯 好 启动 启动 吸盒 几秒钟射进来 同时吸盒呀 断开了吧 再重新吸一下 这个吸 这个吸 然后一会儿 它吸盒 它就断开 它断开 两个花 它两个 哎呦吓我一跳 不行啊 这就不行 这就不行啊 这就不行啊 哎呀 这样直接就爆了 嗯 直接爆了 那切一下 我看时间接电器是哪一个 我看时间接电器是哪一个 哦 这一个 你把电炸了 这个时间接电器 这两个都换了 两个都不换了 嗯 这个时间接电器 你给它 它是一个小手的 嗯 怎么断开 我换个时间接电器啊 挺吓人的 对吧 要是带电的话 直接就爆了 带电给我爆了 嗯 直接就爆了 嗯 试试 再起了 嗯 再起了 嗯 细合好 还是不行 不是时间接电器的问题 你捋一下呗 时间接电器 呃 触点 找触点的原因 是不是这个触点不正常呢 用万一表测每个触点 在接触器吸合和不吸合的时候 是不是藏开 藏壁 都正常 但是测的还都正常 然后就是铝电路 因为没有电路图 所以说看着线号 一边看一边画图 就是我得搞清楚 它这个电路是怎么运行的 延时断开 延时闭合 然后互锁 然后接的都对 电路铝两边确实没问题 那个23 它通的时候它就断开 它闭合的时候 它又闭合 它断开 它闭合 它怎么来回来回吸呢 如果说把239断开看一下 39我给它断开看一下 39 把46个的断开看一下 41 41个的断开看一下 重装 跳了 跳了以后 应该它是细合的 我手动给它细合一下 看它瞬间 它瞬间 它瞬间细合了一下 这个就很讨厌 瞬间细合了一下 现在 兴奋 现在兴起 然后开始 好 现在应该它细合了 你看我给你快一点 有没有事 快一点 有没有事 慢了它就不行 但是我一松手 它下面这个风心接触器就吸合 这是不对的 触电反应慢 好 那我试一下 我给你慢一点 看 触电反应慢 现在这种现象直接整迷糊了 这个时候甚至怀疑接触器不好 但是 上下两个接触器都不好吗 任快了 一代问题没有 任慢了 它就会有一个瞬间 细合和断开 而且是松开这个接触器 下面就细合 这是不正常的 现场也尝试了 把这种焦虑接触器替换掉 换成这一个好的焦虑接触器 看一下 还是那种情况 上下两个接触器交替的细合 还得查电路 现场那个电路图 捋了一遍是这样的 火线停止启动 然后就这一系列 这个是主焦虑接触器 这是时间接电器 线圈 这是KM2 就是刚才我所问的那一个 这是KM3 你看了 它这个电路 我感觉有问题 我捋的是这个样的 还有啊 当按下启动 按下启动的时候 这是23 然后 这就是通的 它会顺着这个 时间接电器的延时断开的一个触点 直接开M3 吸合 这是风星 好 风星 它吸合 开M3就 闭合 闭合以后 开M1 主焦虑接触器就吸合 它吸合 它吸合 然后 同时 时间接电器 也吸合 时间接电器 设定几秒以后 它的 这个触点会断开 它会闭合 它闭合给谁呢 闭合给它 这一个就会断开 断开 断开 KM3 就是 兴起就结束了 同时 它闭合 接通 那个 角运行 角 角运行 它 不通电 它是闭合的 所以说 现在就出现中什么情况呢 它一得电 它断开 它也断开 它断开 这个 时间接电器的线圈 就没有电 没有电会怎么样 没有电 它就闭合 它就断开 所以说 它俩就嘎嘎嘎嘎 它同时 它断 它吸 它吸 它断 它只要吸合 它就断 它断 它就接通 它一接通 它就吸合 所以就导致了这种现象 我觉得 它电路中应该 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 这个应该是 KMG KM2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自锁 自锁 就是能够它瞬间通上电以后 瞬间通电以后 它为什么要 它会导致它的触点断开 断开它不吸合 断开它不得电 它不得电 它接通也不要紧 它断开也不要紧 这个电会一直有 所以说 缺这么一路 明天再去现场再查一下 因为修不好不甘心 确实这一块没注意到 没捋到 因为修的比较长处 继续接着修 得让这两个泵运行起来 我让它解通 持续的有点 那就找这个23和39 在哪还有 23和39在焦虑接触器 这一块有 刚才看到的是我捋到的 还有没捋到的 但是39 到这里还有一个 39 39通过核 下面这个是23 23 显透掉了 但是它显透掉了 它也不应该 它应该也细合 一看39这个 39在这 39它应该细合的 这个它应该细合的 细合以后 就实现了 说这个自说 它就一个回路 就给它接通了 23 昨天没主意 看这个吸没细合 没主意 测一下这个中间 继续器的线圈 线圈电阻 看一下 没有电阻 这个是线圈烧了 线圈不好 昨天没想到 这一块还能起作用 主要是因为 它这个水泵 下面有些 远程控制这一块 都没用 端子都没接线 这几个接触器 上面都是远程控制的线 没想到 还有一路控制水泵的 这样把左边 那个不用的接触器 倒过来 接上线 来 开吧 来 开吧 等下它的细盒 这也好 这就好了 接上电 开下水泵试试 好了 这样两个泵都运行很正常 故障排除了 差一点就翻车呀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的请给点个关注 点个赞 这个也是一个 新三角启动电路 它的电路图 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电路图 这个可以扫码看视频 讲原理 它这一个 时间接电器延时断开 这个风行焦虑接触器 也是通过触点来接通开M2 同时就断开了时间接电器 和风行接触器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 比较常见 初学电路的师傅 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电工手册